人體正常的腎絲球過濾率 是每分鐘100到120毫升 當低於5% 腎臟無法排除代謝廢物與水分 會出現水腫 血甲濃度過高等尿毒症狀 就會建議接受透析治療 甲医植高到定的程度 心跳會變慢 甚至會產生心率不整 這個時候有時候就怕會有生命危險 您來講它會造成貧血 皮膚氧 心血管的一些併發 這個蛋白質來講它產生尿毒素 那當然也會對心臟 對腎臟 有很多不好的病生理的影響 你的體重呢 我們要扣多少 20.8 70歲的張女士透析即將滿20年 由於過去吃了許多不明藥物 體重一年內奏減超過10公斤 發現時已經進入慢性腎臟病第四期 後來又因為錯誤的觀念 加速走向透析 吃錯東西累積過多毒素 出現皮膚氧 乾燥 口中異味 吃不下嘔吐等問題 影響生活品質 它忌口的話 除了這個小分子很漂亮 它就不會有些其他尿毒症 不會敲病的去吃植物性蛋白質 透析時除了會清除體內的 零納甲等離子 蛋白質也會流失 為了避免患者熱量與營養不足 建議補充每公斤體重 1到1.2克蛋白質 定期透析加上飲食調整 張女士各項指數都在標準範圍內 積極很正確去面對它 所以它就不需要吃那麼多的藥 有些要叫Ur What to Eat 在一個比較好的範圍 我覺得後續的處理一定會比較好 大海新聞黃心眼 郭家旭 葉宜玲 台北報導 都說呢